墻台尼泊特以高達每秒65公尺的速度侵襲台灣 7月8號清晨,台東市區出現超過17級的瞬間陣風 打破台東氣象佔115年來的最高紀錄 台東市和泰瑪里首當其衝 造成超過1000多戶的民宅屋頂被摧毀 及數十億元的農業損失因災情慘重 世界著名的靈修團體青海無上市市紀會會員 日前一連數天在台東縣市各地展開慰問受災民眾的具體行動 我們是無上市的團體 謝謝 這是我們的叔父 感恩你啦 這是未溫金啦,還是你帶驚一下 這是我們的叔父 我們就要愛心跟祝福來跟你關懷的 感恩,感恩,感恩 這是離不透台風 台東受災非常嚴重 那我們一類的叔父一直指示我們在任何地方有災難 應該主動去慰問啊,或者救災,或者是這些東西一樣 有什麼需要的地方,我覺得應該是去出一點力,或者出一點錢 幫助那些災民 讓他們在心靈上啊,可以得到一些愛的愛力跟家籍 這次我們來到台東泰瑪里那個香南村的時候發現了香南村的受災非常嚴重 因為他們剛好地點在面對這個出來孔 所以台灣一進來就在發展 他們的黃屋的迴損呢,聽說有將近五十幾戶 然後半損也有六十幾戶 那除了這些黃屋迴損以外 那在這個容作物的迴損是最嚴重 有些容作物已經都幾乎都已經沒辦法存活了 必須從頭開始再種 所以等於是他們的農作物如果要同頭再種一直到收成 這五年都會沒有收入 這些種都不會完 你給他看到的這個全部都要重新耕種 你看那些齁,全部都要重新耕種 它今年要挖掉 明年春天要找到苗,樹苗 萬一沒有苗,它明年就不能種 春天種下去以後有最少三年不能收成 第四年叫小收成 所以它等於有五年沒有收入 世界會會員也拜訪了台東剛成立的流浪動物中途之家 對於天災地變時 還有人關注流浪動物生存的問題表示敬意 並置鎮禮金 以減輕中途之家的經濟壓力 當初我們想要成立就是台東第一間的 立愛的中途之家 主要是因為外面的浪浪太多了 然後有些都是譬如說沒有媽媽或找不到媽媽 或是受傷的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說你沒有先醫療好 或是說幫他治療好的時候 然後可能就是大家認養的機率不高 那所以我們希望就是在這邊 就是得到比較好的照顧 然後每次都養了今天康康的時候 打完預防針去完蟲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送營養 認養 這邊經費的情況 其實募款的地方 我們其實說實在真的比較有點困難 因為尤其是現在大家就是 風災之後 大家的那個狀況會比較 大家都受宅戶 所以說其實都需要幫忙 所以我們募款部分的話 就是登函是也希望說大家可以協助我們 希望就是大家都來這邊 跟動物交流之後 跟動物的關懷之後 就是有提高那個 捐款的意願這樣子 布丁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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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來 來 打氣加油,其實已經 對我們來講已經很溫暖了 我們有感受到你們的真面目力量 因為我們師傅常常說,藝術家是一個 高等的聖人來這個世界 把這個歡樂跟愛帶給大家 太好了,看到這一群人 在發亮 橘色人在發亮時光 有點亮 對對對,就看到一群人如果橘色在那邊 希望在那,幫助在 對 也想跳舞的小朋友 對,讓台東更有希望 我們會再繼續正進來 謝謝你們 不會不會不會 在希望平台差畢業看到你們對演藝術工作的努力 在這次 我們現在一點點吃的 謝謝,很棒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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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希望你們繼續加的努力 好,我幫忙 我們會,我們人在,希望都在 是是是,我知道 謝謝你 大家加油 掰掰 謝謝